接着的话这个叫做核心API 就是介绍介绍大家知道知道 用自己的语言呢去回头能描述描述就行了 毕竟就是学习的这些阶段我们用 学习完了是什么 就不用了 所以你自己知道 因为以后真正你所写出来的项目的样子 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还是有一定什么样 区别的 只要你不学三大夸墙整合 你之前所写的永远还和你想要的 还有很大的距离 是很大的距离 绝对话是不一样的东西 学了整合之后 你就慢慢明白了 只有在第三天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效果 为此这是它 我们提一提 那么要提这个API的话 就是要带着大家去看一下这么一张图 那么这是它的整个集成树里面的整个图 在这些图里面呢 一共要涉及到这么几样家伙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 一 二 三 四 他们整个的这个集成树 你已经看明白了 对吧 好 为此 标明 标明一下 我们要学的API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介绍这几个API 好 那我们来看看它 就放到这了 那么第一个API 它的名字叫 Bean Factory Bean Factory 那好 那问一下大家 根据你的理解 你觉得它的重心在B 还是在Factory 对吧 好 那么你说的是Factory 对吧 那答案是 正确的呀 对吧 干嘛 那好 来往下啊 那重心在Factory 所以它是一个工厂 来说了啊 这是一个什么工厂 干嘛用的呢 用于 用于生产 那生产病 你生产的是什么病 任意病 生产谁它都行 这是它的特点 用于生产任意病的 那好了 这是它的特点 然后往下来 往下来的话 你看Bean Factory 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 就是相应的一个子接口 是不是叫 Application Contest了吧 那么其实我们平时用的就是它 这叫 Application Contest 它是我们Bean Factory的一个什么样 子接口 它 那么它的功能什么 更 功能 更什么 强大 功能更强大 然后呢 它提供了很多 你比如说 它对于我们的这个上下文的管理了 然后呢 一些 这个 嗯 这叫什么呀 就是 就是 页面的加载 就是插描配置文件的加载了 等等 为此我这呢 其实有做总结 你自己知道一下 那回头我们再说它 那 现在的话 到这来 先 说到我这 啊 功能强大了 因为刚才你看到了 这边有些接口 对吧 这是一个 这是多个会到一起的 那么好 对于它来说呢 它有实现类 就下面这两个 我们已经学过的叫这个 叫 可拉 诶 学错了 可拉斯什么 可拉斯 Path XML Application Contest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用于 加载 啊 用于加载 什么 类路径 类路径 是不是就可拉斯Path嘛 那以后 类路径 或类 路径 或者说SRC 他们其实表示的意思是 一样的 如果说SRC 这叫 这是开发状态 如果说的类路径 或者是 或者是可拉斯Path 这是运行状态 但对于我们来说 最后运行的效果是一样的嘛 所以我们经常这么说 你自己明白一下 好 来 用于加载 可拉斯Path 什么 下的 指定的 插描 这是他的意思 好 为此再来 还有一个叫做 Fail System 然后 插描 Application Contest 好 它是干嘛呢 它是用于 加载 指定什么 指定 盘幅下的 插描的 算了 前面的去掉吧 这个 下的插描的 好 那么 这 你自己知道 那么 那么在我们以后的开发中 我要给大家说说 如果是类路径 以外边项目举例子 它最终加载的是什么 所以它加载的那个插描在运行时的那个位置应该在哪里 对吧 是不是在 Wiber WiberGuard Info 目录下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 Kalasis 目录下 是不是这儿有一个什么插描 它指的是这个位置 那么 然后一样的 加载 插描运行位置 那么 如果我们要是用下面这种 我们会怎么玩 对吧 好 那么 你运行的时候 你加载的那个位置 一般加载的是谁 一般加载的就是 WiberGuard Info 下面来个什么什么什么插描 这是你的脑海中 一般是这样子 不是说必须的 但一般都是这样 那么 来说一下 那我们这儿是不是说了一个叫指定盘幅了 那么 我把一个配置文件放在了WiberInfo下 你能不能获得它的盘幅的路径 怎么来获得这个具体的这个盘幅 很好 就是它 那么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通过JavaWeb 我们所学习的那个 Servalit Contest Servalit Contest 它所提供的 Dirget RailPath 是不是 来获得 具体的盘幅了吧 所以这块你自己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点信息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说到这儿以后呢 我下面这儿呢 还有一点总结性的东西 带着大家读一读 有个印象 什么东西呢 看这儿 BeingFactory 它的特点这儿呢 有这么一句话 叫采用延迟什么 加载 什么意思呢 第一次GateBing的时候 才会进行什么 初始化 那么这是它的特点 所以 那么在这里 我把这句话复制过来了 我不写了 我给你演示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 好 那为此的话 我们这儿说 功能不是更强大吗 那么到这儿来 强大到哪里呢 就是有这么一些信息 你自己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好 那么放到这儿 它的功能更强大 来括号里面放着 对吧 那么分别有什么 有什么事 就是国际化的处理了 事物的这个处理了 装配了 以及谁啊 还有最后一个 这个叫做 各个层次 这个上下文的实现了 其实就是配置文件的 加载了 等等 就它有个印象 好 那么这点信息 就跟大家说完了 主要呢 我在这儿呢 要说这些东西 好 那么在你的脑海中 你必须把它给拿下 会说 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以后呢 以后呢 无论我把配置文件 放在ClassPass下也好 还是放在 WeberInfo下也好 那么你想象 这些配置文件 是不是都是可以被加载的 所以这些API 整体上 我现在必须说一句话 那么API 整体了解 但我不在这儿标 因为回去 还是需要你看一下的 整体了解 因为之后不使用 了解的原因 是之后不使用 那么在什么样 在在在 我们学习的过程中 它还是什么样 还是要用力 对吧 那么学习的过程中 那么我们需要 只是把它拿来 就相当于你自己想一下 你学HyperNet 那API有好多 但写着写着API 是不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最后你们做的那个案例 是不是就相当于 只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叫做Session.Save 就完了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 对吧 所以雷虹 都是这样子的 它那API 都会不断不断的开始改变 最后改变的就没了 好那么这儿有了以后 最后在这儿 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结束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写的程序 现在写的程序的话 打开它 我就在原有的基础上玩一下 那么这是以前所写的 我们采用的 是不是叫做 Application Contest的策略 那么为此给大家打开 在这儿我多写一段话 就加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构造函数加上 我们平时是不是不写构造函数的吗 来out加写杠 这边构造是不是写上了吧 构造写到这儿以后呢 我在这儿呢 写上一句话 对吧 那你想一下 当一个对象被拗的时候 构造函数是不是就会被创建了 那么被拗了 对吧 我们来看看效果 来 你自己通过现象 我们来看看它 那么是不是如我们要所说的这个 对于这个Application Contest来说呢 它的特点是 配置文件一加载 对象就实力化 听明白我说的这句话了没有 好 那么我们来验证一下它 配置文件一加载就要实力化 那问一下大家 是不是这句话执行完 配置文件就加载了 这个没问题吧 来我们实验一下 往下走 走 打印了吧 打印了说明这个事情是搞定了 然后呢 往下放行 放行的时候 你看我在获得的时候 它还实力化不实力化 说不实力化了吧 最后调用 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 好 那么 刚才也说了这句话 那么我们也加到这儿了吧 加到这儿来的话 就是说 当当什么 当我们的配置文件 被什么 加载 那么 就就就进行了什么 进行了 进行了对象的实力化 实力化 对吧 因为初始化的话 有时候不太精准 实力化就是拗一下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事情就明白了 来 我们在这儿呢 多写一下代码 复制一下 再写个代码 再写个代码的话 二 干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使用 使用 是不是有个叫 BeanFactory吧 有个印象 因为 几乎如果要写 我们用的全是 OplicationContext BeanFactory 大家有印象就可以 好 那么怎么写呢 它是不变的 那我们来 往下面走 这一句话 以及后面这些代码 是不是都要删掉了吧 好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你看怎么写的 叫Bean什么 Factory 好 然后呢 BeanFactory 我先这么写上 先别让它报错了 这样是不是就搞定了吧 那好 我怎么样去得到工厂 看一下 新的东西 Ctrl T一下 你会发现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个接口吧 那么我要去 拗它的话 那你肯定是要 找实现类才可以了 所以为此 我们这儿呢 有很多实现类 那么在这个 众多实现类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叫它 是不是叫 Charmel Bean Factory 看明白这个东西了吧 那为此 你这儿就要怎么写了 你有一个 Charmel Bean Factory 然后写上就可以了 但仔细一瞅 它又需要一个什么 Resource 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 S-O-U-R-C-E Resource 来 别写错了 看 这么多resource 你要找的是谁的 1234 是不是肯定要跟 Sprint挂钩了吧 那么Sprint的 所以看它 那么来 仍然Ctrl-T一下 你会看 这又是什么 接口 它又是接口 那为此 我们仍然呢 要去跟这个 打交道了 那其中这里面 有个这个家伙 叫 Klas-Pars 然后 class pass resource就可以了 不用写后面那个 后面是静态的 我们写它就行了 那为此到这来 怎么写呢 就这样 new一个什么 class pass resource 里面是不是就把我们的路径写上去就对了 它需要这么写一下 那么为此我们来实验一下 给这26行加个断点 那它的特点呢是什么呀 第一它会进行延迟 那么也就是说第一次调用的时候才会玩吧 好所以我们来往下走 往下走 看加载配置文件 来 当这些信息已经打印了 说明配置文件是不是已经被加载了 好那么 然后呢 当我去get的时候你看 是不是还会被创将了吧 所以这是它的特点 两个这个区分 你自己有个印象 一般一般也没什么重点 如果要有涉及到重点 就是假设面试文 但面试相对而言文的还少 假设文了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沉淀一下 我们呢 一共提供了两个接口 对吧 一个叫beam factory 它会进行延迟的去加载这个数据 对吧 那么它去加载这个数据的话 特点就是 第一次调用get bin的时候 才会进行实力化 对吧 这叫做beam factory 还有一个呢 叫application contest 这个呢 是我们以后用的比较多的 其实你要翻译它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应用的上下文对象 那么所谓的应用上下文对象的话 它就是去管理我们的配置文件的 那么管理配置文件的话 一共有两个实线类 一个叫class pass chamel application contest 还有一个叫fill system chamel application contest 对吧 那么一个是去加载内路径下的 一个是去加载 指定盘幅任意路径下的 对吧 那整个过程 你在你脑海中捋一下 明白就可以了 好 那么如果要去看的话 我们就加这么点的程序过来 第一次 第一次调用 get bin 那么实力化 好了 来 这些信息 我们就说完了 那整个的内容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呢 入门的整个过程就OK 那么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来进入到真正的 那么这块 是不是开始要装配病了 那么这儿的信息量很大 但是再大 它几乎也要围绕着上面的这两个东西在转 那么